夾板日誌 帶領件是童志的大小是 夾板日誌帶領日誌童大叔是迪克 我是安迪 今天這組嘉賓就是讓我們在2024的最後 還能夠放心輕鬆的聊的最後一組吧 沒錯 法高也很玩gay 法高是沒gay 沒gay是不是 我們是驚喜gay 驚喜與驚嚇同是一線之隔 是吧 是吧兩位 我可以講話是不是 讓我們歡迎復復之后的阿凱李歐 我們是復復之后我是阿凱 我是李歐 好啊你們兩個 真的是來你們這邊很多次 但我覺得到最後沒有gay 應該你們都習慣我們的節目節奏了吧 我就想說你不gay就算了 因為他今天就跟我說 那個法高我給你一個驚喜 我們不gay 我們現場聊 好啊好啊現場 法高就是剛剛在桌上才递出來 OK好 有有有真的 而且現在安迪不知道有沒有gay 我以為是玩gay是不是是沒gay 安迪連給不給坊哥這件事情 都不在他的工作職責裡面 不是我跟你說 這一組嘉賓就是 我們剛剛已經認識了非常非常多年了 他們也看見我們兩個的成長 所以我想 真的是欸 你們的愛恨糾葛 愛恨糾葛還有看見許多啊 很多很多很多 就在我們還在那個基隆很偏遠的小電台的時候 對 他們就過來了 對 然後他們還有經歷過那個call in 對好噁心喔 現在還有call in嘛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還有剃光頭啊 對對對 然後還被你們慶生準備蛋糕 對對對 彷彿上世紀的事情 我已經完全忘了很多事情 對啊 欸你知道以前 因為蛋糕這件事情 在我們心中以前就是我們 自稱自己是生日系嘛 所以就準備很多蛋糕 但我們大概在某一年好像哪個時間點 我們就不做了 就是人到太多了 訪到太多人之後 你要每一個都回頭慶生真的太累了 然後蛋糕錢有點貴 對啊 這也是一個成本欸 對 累積起來可能五萬六萬 因為你訪第一年的時候 你可能總數大概就是十幾個 對 然後因為有一些人的來賓 他可能是出國或怎麼樣 那可能也沒訪到就算 可是等到你訪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時候 加起來已經四五十個五六十個 而且他都不是切片蛋糕欸 他都是一整顆的那樣的欸 對 因為你買切片蛋糕很難看 對 對 買切片不好看 更小的又沒多少 可是如果你是很貴的那個 Lady什麼的切片 我也會覺得很昂貴啊 沒有我覺得切片就是有這種 嗯 你在螢光幕上不好看 對啊 因為切片就有種不圓滿的感覺 所以是到誰 你決定好不要送了 原來是那個人啊 我忘了 我真的忘了 但就到某一刻就覺得說 蛤還要再買喔 好多人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來到了一個月 會有三四個人生日的時候 你想說 我們還要再準備 因為我們以前還是要發信洞 來剪小影片 或是剪一些小彩蛋 反正就做不完 做不完 那你們有好好為自己慶生過嗎 好像還好欸 好像還好欸 我們自己的其實反而沒怎麼再過欸 所以你們都在幫別人慶生 結果自己沒有慶到自己 我們曾經好幾年前 我們有互相做一個很厲害的 就是你幫我找一群來賓說生日快樂 之類的啊 然後我幫你找了誰誰誰誰 生日快樂這樣子 對 然後就沒了 但因為大概只有前幾年啦 對 而且那個時候的來賓就是 沒有訪很多 所以也比較好找 對 然後後來就好像還好 而且後來發現更在乎自己的 就心靈狀態 就覺得說 我並沒有想關注大家的生活 因為阿凱在跟我交往前幾年 他也幫我做過這件事情 他很驚喜的湊了 身邊的一堆朋友 然後錄了一個驚喜祝福 什麼之類的 後面幾年就完全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那個就只有 這一兩年熱戀期會做的事情 但是我今年不是跟你說 欸甲板那是今年沒有跟我說生日快樂欸 他沒有發現 然後我後來就跟他說 欸可原來他也沒發 對 你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我就釋懷了一下 因為我本人就是 我連看手機都沒有在看 我不曉得誰生日 所以你是計較這件事情 不是因為他每年都有 所以我突然有點眉眼 就不自在嗎 所以代表說甲板認識 在我們的心目中分量非常重 是有分 對 可是我那時候有想到說 天啊阿凱生日 但已經過了 我稍微太晚了 我就說算了 欸你知道你的那個生日的祝福 就好像期末每天都會發什麼 每個明星藝人生日一樣嗎 可是我真的好久沒有做這件事情了 就很像是 我覺得關注大家的生活 有時候會過度疲倦 所以我不如把自己的生活先過好 然後剩下的再說 我覺得你們一定也有經歷過這件事情吧 因為你們也是訪問者 一定也有經歷過說 可能之前都很關注大家 關注大家的動態等等 但到後面好像更重視自己的創作更重要 我現在活得很快 因為我現在很自私 對 就比較關注在自己的生活 就像以前我們都蠻在意說 欸會不會跟這個來賓成為朋友 對 但後來你就會發現這是一個緣分 這是一個緣分跟一個我們的調調 符不符合這樣子 對 所以後來有一些就是讓它過去就過去 欸好像也覺得無所謂 那那個轉捏點是什麼 你們有印象嗎 我覺得那一點就是很痛苦啊 就是不覺得每次錄完影或什麼 然後要等待這個關係 好像對方有沒有要回報給你 或者是有沒有散的交流的時候 我覺得 哇我好像都在care這些事情 然後浪費了我太多 可以關注我自己的時間 喔 真的欸 你以前在電台的時候 都會在那邊emo 他在節目上跟我聊很開心 但其實他沒有回追我 然後就會覺得 他會不會是裝出來的 然後就會覺得說 蛤好假喔 然後題集也不通過 然後寫作者也不通過 然後也不怎樣怎樣之類的 你現在在抱怨是不是 我懂 我跟你說我跟阿凱其實就是 就是我們兩個資源像是一樣的人 然後你跟李歐是一樣的人 怎樣的人 你說啊 一樣理性分析 效率派 偏冷漠 我們就比較關注自己的生活 對 因為你care所有人 幹嘛 你為什麼把那個精力放在 真正在乎你的人 我跟你講我在看阿凱的文字 很像是看我自己 然後我就懂 OK現在李歐狀態就是安迪 就是他冷漠 所以他們只要寫便條紙就好 他們就寫了一小段 我跟你講你現在把書打開看 你就會看到真的是一小段 你知道我長篇大論在那邊打說我那時候第一次見到他 然後不知道印象多棒 然後他就在下面給我寫便條紙說 其實我對他那時候沒有什麼任何印象 而且我覺得你們編排很用心耶 因為我們拿到的是那個 就是word檔的 所以對我們來講我們其實沒看到這麼完整 所以現在我們也是第一次開箱這個新書的編排 不是我們新書大概也上了兩個禮拜還沒去買是不是 不是你們他就說他買給我啊 因為我收回給他們 其他主持人都沒有拿到完整的書稿耶 我就只給你們 因為只有我們會認真看 我跟你講我有聽到一個訪問我覺得很好笑 他說我為了這個訪問我特別把他全部看完 我想說全部看完不是理所段的事情 對啊 所以就這就很像是你知道 這個我不回喔 很像這個情侶交往三週年跟人家就說 欸我都沒出軌 這不是很正巧有沒有 對啊我要為你這應該盡得一文 為你喝彩 對啊喝彩嗎 可是李歐你真的寫不多 他大概就是1% 我大概寫了10%左右 然後我掛第二作者 可是重點是你支持鼓勵著阿凱做這件事情 畢竟我就是口傳戲我指出一張嘴 就是加油加油這樣 好啊如果沒有他這樣催促也不會有這個東西出來了 對那你那時候在猶豫什麼阿凱 你那時候覺得自己完成不了嗎還是 懶惰 是因為寫這個很累 對啊 所以我是真的是我排開了所有工作 然後8天的時間我去了一個山裡面 然後安安靜靜的也沒什麼手機訊號 每天就寫文章 就寫文章然後 可是你還是要翻一些回顧吧 要不然你怎麼樣記住這9年所有的事情 對所以我跟他們僅有的Wi-Fi很弱 然後看那個Facebook 就想說喔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 可是這樣回顧的過程應該對你講是有很大的一個情緒吧 因為有那麼多事情發生了耶 我現在才知道回憶的重要 就裡面有這些回憶的話 有些東西我根本完全就忘記 就會散掉 對然後就這樣子把它拼拼通通 好像那種拼圖碎掉一樣 所以我一片一片把它拼回來之後 哇我覺得我的愛又完整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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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真的假的不要上節目才講這些 没有 因为这个爱不是对理由 是可能对我自己 对 但是我觉得 他现在也很爱自己 其实我觉得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 仿佛看见你在面对自己的过程 你知道那个桂圈争乱 他就说什么天秤座自白书 然后或是天秤座 把自己找回来的一本书 我个人觉得天秤座的分量 在这里面反而还好 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天秤 因为天秤真的千百种 天秤他很懂你 对啊 你也是啊 你天秤狩猎者 我真的是又要再讲天秤座 那些天秤友人们又要不开心 那我们不要讲这个 我好想要听这不开心的部分 也没有不开心啦 来 迪克你说 可是我们周围的天秤座很多 真的 我们基本上很多男同志都天秤座 而且 你这个 超没有统计 而且我觉得天秤座 真的偏不好惹 要疯的时候可以很疯 他们太多关注跟细腻的点了啦 就是他们会在意 所以我们就不要再聊他们了 你这里面表达 你所有在意的点跟不开心的点 其实我都完全能体会 就是例如说 关于频道的分工啊 或者是关于说情绪啊 被落下来啊 这些事情我其实都可以 只有前面可能在 进到情感关系的时候 是有很天秤的做法 所以这本书 不只是他们的故事 还有很多的工具上的讨论 欢迎大家 就是可以到我们的各大书架 各大书架是什么意思 各大网路书城 IKEA的书架会我们的书 主要是伯克来金石堂 IKEA我们先放一边 还有成品 还有成品 因为成品的是不是有特别的书封板 你手上拿的就是 这还有一个很厉害的魔术在于说 成品呢 帮我们做的就是 如果你觉得 这个封面好像看腻了 想要换另外一个封面的话呢 来我们背面的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封面 好可爱啊 好可爱的嘛 对来来来帮你换 帮你换 他是认真可以换成另一个封面 我真心喜欢后面这个 我也喜欢后面 可是因为成品他们觉得说 还是可能会有一些恐童的人士 或是我们想要达到更多同温层外的 所以我们外面还是放安全一点的封面这样子 但我不得不说 频道真的是 就是我觉得在同志圈里面 真的很少数一直得面对这种恐童人士的人们 因为像我们其实没什么恐童的朋友 你们会看吗 真的有这些留言的话 我们根本没有啊 我跟你讲 我们最近又在Live Moon开始发影片 然后Live Moon就是一个同温层外更可怕的地方 Live Moon要嘛就第一个骂同志 女生就骂绿茶 男生就骂仇 我真心觉得你们的创立历程里面 真的太多酸民了耶 是因为我们有被讨厌的勇气 你有发现就是其实很多那种刚出来的 他们根本人士没有经历过什么酸民 你说你为酸民有什么想 他们就是我们这样 就很没有东西 有的时候我觉得想说 可能就是一两个只是比较偏一点点批判 他们就会受不了 对啊 我想说要不然看我们的留言 要不然看我们的成功 那个晚上的那个新闻下面多少留言 对啊 那我们真的是一出来什么都可以被骂 因为我们一开始是以男同志情侣的YouTuber的身份出来 第一个留言是 蛤有那么丑的男同志情侣 不是你想说excuse me 杀小 谢谢姨妹 男同志一定都是一定要非常的帅 然后六块腹肌这样才叫男同志吗 对 有人想要关心我们安慰我们 就会前度给我们看 想说有必要吗 哈哈哈 其实我没看到 但你让我知道了 谢谢你 对 我们这就是打不死的招牌 我们死不分手就算了 我们还一直还有新的东西推出给大家 真的而且你们是有持续在推出 就是情侣生活记录的人 对 因为很多人是他们虽然有在一起 可是到最后他们不会以此为 他们已经各自该过各自的事情了 或是他们可能很好 但他们不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拿来当创作题材的 对 你看他开智窗没拍影片 怎样 智窗怎么了吗 他们连阴京正播也拍影片 哎 阴京正播 哎 view数很好快50万了 61 61万 61 61了哦 而且很硬哦真的 哎很翘哦 上翘哦 你变大了嘛 一直很大 没有 你说你有越来越大啊 是是 你的大头宝宝是越来越大的呢 大头宝宝 他有自学的大头宝宝吗 没有是香菇宝宝 真是大头宝宝 你是没看过 我们没看过 我们是没看过他的跳 他们都没看过 可以约一下啦 他们都没看过 已经这么open可以约一下看了吗 我们走到厕所 可以厕所厕所 并且我们要做出跟贵君这段不一样 哈哈哈哈 没有贵君这段是感性 我们今天不是要嗨到爆炸 对我们今天就是嗨到爆炸 我们就是聊情侣 我今天主要核心问题就是说 现在 现在怎么样还可以继续保持打炮的热度 哈哈哈 哎 可是我们真的到此刻哦 我觉得我们都还是有热恋感 但我要是打炮感 炮感怎么样 还是有啊 就是早上起来就偷摸 然后想办法弄硬他 然后想很厉害 他摸就会硬的啦 不用想办法 对 然后但他有时候就会说 嗯今天不要啦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九年 我觉得也觉得蛮厉害 快九年 对一只鸡鸡还不会腻 对他怎么这么厉害啊 但我觉得重点应该是 这个人 他是灵活的鸡鸡 谁的鸡鸡灵活 他是有受过阴晶正波 能够勃起的鸡鸡 是 对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没有三高问题 这个人是有趣的人 哦 对我觉得有没有有趣的人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鸡鸡会唱歌哦 哈哈 你们唱什么 哈哈 你说就是树上的小女孩 啾啾啾啾啾 可惜白天公主 你们是不是 是不是太多正经的放开 哈哈哈哈 今天要彻底放飞了 哈哈哈哈 我自己标题 我自己标题就叫阿凯的鸡鸡会唱歌 哈哈哈哈 畢竟 唱会呼吸的套歌 畢竟我们就教育广播电台 不能聊这种东西 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 把你们设定在就是正向能量 我想说不要再玩他们这个了 而且我觉得因为他们的受众 就是要面对他们的小洋葱们 很多都是一些可爱的小女生 哎呀他们年纪也大了 他们都知道讲什么话 新济新济的小女生 哎我跟你讲 原本那些小女生 都已经变2425岁的大人 也是小女了 我们完全看着他们成长 我的妈呀好恐怖哦 对 所以我觉得都可以大聊特聊 我觉得这很OK的原因是什么 这就是伴侣关系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 所以我们完全不会去必谈说性啊 或者是什么东西 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 再也不过的事情 那我可以听一下你怎么样 你觉得可以看着这么样子 要好像白雪公主一样 听他的鸡鸡鸡唱歌吗 喔喔喔喔喔喔耶 然后他就会说 阿蛤 他嘴巴在歐 呜 这场讽坛愿越�nen重向了 结果是曼哈顿其人 阿翻翻就开始 很厉害 然后之后 Adjusting 那些迪士尼的風情這樣子 然後最後還要煙火 然後一座城堡跑出來 我真的變成LOGO有沒有 因為射出一個跑物線 太荒謬,但我要告訴大家 在座位的時候真的不要放音樂 或者是不要放你會唱的音樂 你們放過動漫的嘛 我們放過宮崎駿,好恐怖喔 而且我原本想說就是因為要放純音樂 因為那次是我要反攻頂不要當1 想說當1我要就是讓阿凱放鬆 因為他會很緊張,香氛什麼都點好了 然後結果呢,放了一個純音樂 不小心撥到攻擊菌 坐到一半就可以撥牛撥牛撥牛 因為你會跟著唱,那是身體的 瞬間軟掉,對那是一個肌肉反應 你知道嗎,所以你撥牛的時候 你的穴在夾緊是不是 所以會開開合合耶 真的大軟掉耶 撥牛撥牛,卡卡卡卡卡卡 好了,謝謝大家 安迪哥說不了 我真的很常會發現 迪克的熱情所在 就是聊這些不入流的姓氏 你知道嗎,他真的是 聊這些很北蘭的姓氏的時候 真的會神采飛揚耶 居然要神采飛揚行人嗎 他真的是神采飛揚 他會把最近的煩惱什麼都拋開 而且就是越難聽的 他會聊得越起勁 欸這沒有難聽 這是我們真實人生經驗 不是,他很難聽的時候 就是會聊說你的穴開開合合啊 那你屌會這樣彈來彈去嗎 那這樣子會濕濕滑滑,亂噴嗎 然後他就是會這樣問這些很北蘭的問題 你看他現在花枝論戰 欸不是重點是我們坊乾裡面完全沒有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哪裡來的 其實有啦,我有問到說 請問怎麼樣藏寶對對方的身體的好奇心 而且你們的Q&A有聊到新鮮感的議題啊 OK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在談情侶之道的時候 一定都會講說什麼默契啊、溝通啊 可是我覺得你時間戰線一拉長之後 很多東西就會變質 對,所以我覺得 反而他們最能回答的就是新鮮感這一題 對啊,因為很多人剛在一起半年的三個月的 幹嘛,就像講一些愛情大道理他們都很會講 可是他們可能經不起時間的淬煉 對啊,因為我們兩個也是沒有成功度過時間的淬煉啦 對啊,因為我自己本身很會講大道理 講了一口好戀愛 結果殊不知,談論最久的戀愛不超過半年 我三個月 所以你們 有超過試用期啦,三個月啦 剛剛還那麼high下這麼厭世 三個月是 你們是愛情長跑的仙河耶 而且你們是銀幕情侶仙河 對,他們銀幕上也是在那邊九年了 我們已經從骨灰彈化作一條河了耶 對啊 又始祖,又活化石,又仙河 有什麼的,我們有一個自己的生態圓區 我們會努力的撐下去啊 因為畢竟最近有一些前輩們就是也是紛紛的 對啊 你們看的這些 我們也是祝福 就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選擇啦 我覺得也是滿好的 但是新鮮感你現在對我還有嗎 當然有啊 我覺得新鮮感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們兩個都會為彼此創造有趣的事情 對,這個東西是你要無時無刻 從生活當中去找出一些樂趣 那這個樂趣不是只為了自己 是為了另一半 但我覺得這個智商要偏低才會快樂 for example 因為我覺得我跟李佑就是我們智商其實沒有太高 在生活當中,感情中 對,就比如說好 假設我們今天走出去之後就跟李佑說 欸,你看天空 然後就說欸,天空怎麼 我說那個月亮啊 上弦月 我們就會欣賞月亮 然後他就會指 我說不能指因為你會被割耳朵 可是一般的人可能就會講說 喔,因為上弦月是因為可能每個農曆啊什麼什麼 他就會說出一些大道理 生活的浪漫 對,可是因為我們知識這樣不夠 我們就會覺得哇,好美好漂亮 不能被割耳朵這樣子 完了,這不是李佑想的 對,這不是我想的 對啊 你這個節目會被嚇說 雨水的才配得真愛 對啊,沒有,因為阿凱有時候就是蠻喜歡 生活中這種小浪漫 但是我個人是不理解這些浪漫的 因為他很常會跟我說 雲裡面有什麼啊 那個月亮裡面有什麼 我都看不懂 你就喔喔喔喔喔 對,我就喔喔喔喔 我們有一次盆栽長了一根香菇出來 然後它是在裡面的土裡面長出來 我就跟李佑說 你不覺得生命真的是非常的奇妙 那李佑說什麼 我覺得我講得我很像徐薇老師 就是 為了這種生活中的小事很感動 因為生命 他很努力的衝破那個盆栽 好,那你先安靜我聽李佑說什麼 我就說 喔,好潮濕 台北就這麼潮濕 不然你想怎樣啊 誰想聽好潮濕 台北就這樣子啊 我在那邊感動 他在那邊跟我說 那我們來下定廚師的東西吧 我說 好 但其實我剛剛講的地方在說 因為像 我很明確知道阿凱喜好是喝奶茶 我喜好是吃巧克力這件事情 像我有時候可能悶悶不樂的 阿凱就會說 欸我去丟一下垃圾 但他回來 他會帶著大概十根不同品牌的巧克力回來 嗯哼 的這件事情就會覺得說 天哪,怎麼會有人到現在 他可以創造出這種驚喜 然後是能夠符合你的需求的 我覺得這種是很浪漫 然後同時也是能夠 讓你很安心的感覺 但他只會吃我那一根巧克力 那你有沾巧克力醬嗎 你那一根不是巧克力 你沒那麼黑 你是香菇寶寶嗎 哈哈哈哈 那你知道有一個巧克力 就是香菇形狀 對對對 因為你可以把它加巧克力醬進去 就變巧克力棒阿 他又要快樂了 對 迪克就在巧克力 不是 所以我剛才講說你要吃巧克力 還是吃我的巧克力 不行我要自己大會阿 老公那你覺得你為 為什麼我們之前還有新鮮感這件事情 李歐有什麼浪漫一點 讓你覺得哇 我覺得我要嘛就是被下骨 我到現在還會覺得他很可愛 我曾經有一次 應該是這陣子發生的事情吧 就聽起來很噁 但是我在旁邊剪影片 然後剪到一半我轉頭過來看他 他坐在沙發 也就坐在沙發沒有做什麼事情喔 我會覺得哇他好可愛喔 然後我就說欸李歐 然後他說幹嘛 我說你也太可愛了吧 然後他就用那種很傻叫的笑 我就覺得哇更可愛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到現在還有這種感覺 但早思思 但如果處理下骨都一樣厲害 但如果身邊有其他朋友 在我們旁邊看這件事情 那一些朋友應該都在開車撞我們 對 他應該想說是殺小 可是我覺得最大 好我要講正經的話 最大的改變是 他讓我可以在他面前 好好的 做自己 對做自己以外 然後說我犯的錯 我願意去承認我曾經犯錯的地方 或是說對不起的地方 嗯 我覺得很多的激烈溝通 讓我們可以一直繼續保持新鮮感欸 嗯 我覺得阿凱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很擅長稱讚人欸 就他很突然就沒來由 就有那個稱讚 我覺得很多人會不喜歡把這些 阿凱有時候我不是愛稱讚人 他是真的很可愛 對啊 你們就是這麼棒啊 哈哈 但我剛剛阿凱講到一個重點 我覺得今天放20分鐘差不多了 哈哈哈哈 30了 30了 剛剛阿凱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激烈溝通 我覺得把它等號叫做吵架 我覺得吵架這件事情 也是我們當中新鮮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很多伴侶很怕吵架 嗯 就像我第一任談初戀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吵架有一種 天阿世界末日怎麼辦 我要跟他分手了的那種感覺 而且情緒很不舒服 對 但其實吵架我覺得是伴侶當中 蠻重要的一點 因為 吵架你才可以去把彼此想要講的話 講出來 對 而且不管是情緒也好 或想講的話 這些都是可以去抒發出來 我覺得很重要 而且我們最近發現 吵架也可以做愛 喔你就吵完之後 那個情緒陣容 會變很粗暴 因為我們兩個有一次不知道為什麼 啊我騙他去泰國 我跟他說是一般按摩 結果他進去發現是涉案 嗯 然後出來之後他就有點 就是他有點微愧疚感 因為他就是也涉了嘛 然後他也不太開心這樣子 喔你故意沒有跟他講 對 那你們一起去 你知情 是他預約的 我們那一批所有朋友 全部都被我預約涉案 然後大家就都絞謝了 嗯 然後後來我們兩個回房間之後 我發現他怪怪的 回想完蛋了 是不是其實做錯事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要跟他和好 可是他就怪怪的 可是我也覺得 我當你那麼爽 你有什麼好想要生氣的 然後後來呢 我們兩個就 一邊吵架 然後看對方說 親爽 然後就一邊親 然後他就說不要不要 然後我們還是親親 然後後來就親親 打泡了 而且變很粗暴的那種 對 然後做完之後才發現 不會和好耶 只是 爽完之後 還是很生氣 對 就是當時的幸運那個 因為他射完之後 他就給我轉過頭去 不跟我講話 而且他還是射第二發 對 然後我事情還沒有辦法 溝通好這件事 然後你還繼續吵架 然後他就先去洗 對 然後隔天我還是必須要處理這件事情 那你怎麼 我講這故事 那你後來怎麼 那你後來怎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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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幫你調過 不是因為我會覺得說 好像我有一種愧疚感 會覺得說 因為我不知道阿凱的是不是色案 我懂了 我只覺得天啊怎麼辦 那我該怎麼做嗎 有一種很會對我另一半的感覺 就是 要去色案沒有不行 但就是可以直接講 要先講 要先講 對然後 可是我先講他一定不會去啊 不見得吧 我不會去耶 因為我會覺得說 有一種背叛另一半的感覺 那這樣子第一次之後過了 那以後還會再去嗎 我們上次有上另一個節目 然後另一個節目問說 你們最想去的國家是哪個國家 我們兩個同時回答泰國 可是你寫泰國也是為了色案嗎 可以啊 可以了嗎 可以了嗎 因為他最大的那個門檻就是在於 被我衝破了 不是因為在台灣被認出來 你說最大的門檻 我剛剛在講說 因為他之前不同意最大的門檻 就是他不曉得阿凱怎麼想 或是阿凱同時間在幹嘛 可是如果這件事情 已經都捅破了那個焦慮的紙之後 色案滿好玩的耶 好 但我會跟他定好規則 最多就是只能夠他幫你打完手槍 不能伊林 對 所以像現在關係這麼多樣 就百話其放 在台北啦 就是各式各樣的情感關係 有衝擊到你們的這個 拼持的討論嗎 就關於說開放式阿 三人阿 或是其他的 像單純只是情慾按摩阿 等等的 第一課最想問這個了 請問你們會 沒在仿剛上面 有啦有 畢竟我們剛拿到什麼都還沒看 所以請問一下這個東西有影響到你們的判斷 或你們有去溝通或是理解彼此的想法嗎 我覺得溝通好我可以接受 例如說3P或者是4P等等以上的 但你也要知情 對我要知情 而且是要做好防護措施 我聽到你們說 你們目前唯一一次的3P是七七在看而已 對 那隻貓咪在旁邊看有點尷尬 但其實我覺得因為像我們做服務小視窗 我們也訪談了很多各式各樣的伴侶關係 光是開放性關係就有各式各樣的約定 每一對伴侶的約定都不一樣 對 那更何況像三日常他們也是 就是三人的伴侶關係 這種就是跟以往我們比較不太一樣的認識 我們都會每一次訪完 我們就會討論這件事情 像我們就會討論說三個人你可以嗎 然後我們就會說不行不行 因為他就會說我已經太難搞了 如果再多一個人 就好像三個人不是在信這件事情不行 而是我覺得要再多照顧一個人 好像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對 然後像開放性關係 我們也有討論過這件事情 我個人是不行的 因為我會 你怕被戀在旁邊 開放性關係跟戀在旁邊沒關係 我也是三個人在那個 三個人為什麼你會覺得是我被戀在旁邊 不是你被戀在旁邊 那不然你問一下安迪怎麼想 我沒有這麼想啊 我覺得你們都很好啊 我覺得兩方面是迪克 沒關係啊 不ok的我們也很好啦 迪克是不是很會接話 你很善用自己的弱勢拿出來當擋劍版 反正我就最爛吧 你當攝影師 我最會當攝影師了 對但其實 我剛剛在講什麼 等一下等一下 開放式開放式開放式 對我個人不行的原因 是因為我 有蠻嚴重的佔有欲 對我沒有辦法接受我另一半 被其他人佔有的這件事情 但阿凱對我來講 他會覺得說沒關係啊 他覺得性愛是分離的 喔 阿凱是分離的 對 只要你心就是愛他 其實身體不就是個軀殼而已嗎 我不行我個人不行 所以我們後來在開放性關係這件事情 就是沒有達成一個共識 那就不要 所以就不會有開放性關係 那現在多了這個情慾按摩之後 有什麼新的規則嗎 除了剛剛不依領以外 就是只會去泰國的時候去啊 因為那就是一個瞬間的 期間感吧 那日本也可以去啊 日本有嗎 日本有 喔真的喔 迪克是日本色安推廣大師 下次約我們一起去 好 而且你可以選那個喔 你可以選制服喔 你可以說你要參考中制服 國中制服還是幼稚園制服 我要甲子園的棒球 棒球服 棒球 互相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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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迪快 阿迪就回來 我覺得結線比較帥 台灣隊長 結線超帥的啦 而且結線那一條很優秀耶 好大 真的難怪老婆生那麼多一個 你說冠軍獎盃嗎 冠軍獎盃 而且你看他一拿冠軍 他就說我老婆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幹嘛 哭喔 閃閃閃 剛剛為什麼到這邊 我不知道看到什麼東西 因為台灣在拿冠軍 喔 情慾按摩 彼此溝通 而且我覺得這個好玩的地方在於說 我後來就把這一招拿回來 用在阿凱身上 例如什麼 情慾按摩這件事 挑逗啊 你學了嗎 對啊 我就真的去買嬰兒油 然後他當客人 體推 沒有我們兩個都互相體推彼此 然後就覺得 我有把那個小弟弟的那個學起來 蠻舒服的 然後就body to body之後就滑進去這樣 真的蠻好玩的 但這個就是做一次就要洗一次傳單 喔的確 因為他有很多 但是快樂 我覺得這就是製造情緒吧 對 因為這個可能我之前 我沒有去涉案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 可以這樣子的玩 對 後來發現可以幫老公這樣子玩 蠻好玩的 也就是說經驗越多 越來越多 可以增加的情緒就會越多 嗯 而且我覺得他們有一件事情 是我覺得很值得談的 就是說 有些人會在講說什麼 忠誠不忠誠 或者說溝通不溝通這件事情 有些人會說是一種選擇 對 可是我後來發現他是 他其實是一種能力 就你能不能管理自己的能力 就是你在做一個價值上的判斷 跟你自己行為上的判準的時候 你到底能不能把它合而為一 嗯 就是說啊我知道 外面一定有很多東西 跟我們內在一定會有很多症狀 但他同時也有一些很棒的事情 的確你會得到一個標準 就是我要跟他 比如說在封閉關係裡面 我們要溝通 可是你自己做不做得到 又是另外一回事 是 你有辦法管自己 我後來發現他其實不是選擇 他是一種能力 會不會其實你們也是到後面才發現說 欸原來我們能做到 就這段歷程九年以來 你們覺得自己彼此改變了些什麼 我覺得管自己是一種訓練 嗯 是一種訓練 但我覺得管自己之前 可能要先認識自己 嗯 因為像阿凱之前的狀態是 他連自己都不認識 哦 對 所以更何況管自己這件事情 就是像剛剛迪克有說到 就是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能夠完全去感覺到阿凱的所有情緒啊 或發生的事情什麼的 其實阿凱在這之前 他是沒有辦法去把這些情緒寫出來的 是 因為他自己這些情緒 他是感知不到的 他是這一段時間一直不斷的在練習說 自我覺察這件事情 對 我覺得是一個進程 因為我覺得現代的人 大多數都不認識自己 因為每個人每天都在忙 不論是你在上學也好 或者是你在工作也好 就像你們剛剛前面提到 你都在幫別人慶生 你們都只會去在意別人 我們很少去在意到自己 對所以其實為什麼這本書叫不OK的我們也很好 這不OK不是指對方的不OK 是指觀察到自己在這一段伴侶關係當中的不OK 是 對但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手指比向別人的時候 我們都是一隻手指都比別人 其實四隻是比向自己 我有時候會這樣子 你說五隻比他 十隻二家腳掌 全部都是你的錯 我沒有比自己 都給你 都給你 錯的都是你 好喜歡 好喜歡 你看 你是極致哥王 他會長帝啊 很怕 都給你啦 對 所以其實就變成說 我們還沒有辦法好好去認識自己 比如你這段九年來 你覺得你自己可以變成最多的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是對於事情有很多的掌控 跟自己行為的標準 那你在跟另外一個人要長久相處的過程當中 你一定就是要放棄某些事情 或妥協某些事情 你接受無法掌控這件事情 應該說如果這段伴侶關係當中 阿凱練習的是溝通 我練習的是傾聽 因為我以前是一個不聽人家講話的人 我就是一個會噼哩啪啦噼哩啪啦 差點唱歌 啪啪啦噼啪啦噼 我聽到了 我聽見了 我聽見了 OK 所以在那裡 對 對 就以前講這個阿凱他臉臭 我就會問說 你是不是生氣 你為什麼生氣 你為什麼臭臉 你為什麼不跟我講 你不說我怎麼會知道 而且如果以前 你就是在生氣嘛 你快說啊你為什麼不說 然後他就說可是你剛剛 我剛剛怎麼了 對我剛剛怎麼了 就請他你要講 然後他講一句之後 你又回十句 我好適合去立法院喔 或是以前 立法委員都這樣子 以前在錄完衣 然後回去之後我就告訴他 你剛剛沒有注意到 安提嘴巴已經打開了嗎 準備要講話 但是他的話被給打斷了 對 了解 最累的 對 因為其實這段歷程來講 就是阿凱主寫嘛 阿凱主筆 所以李歐是一個教稿者 以教稿者角度來看 你覺得你自己 除了剛剛傾聽以外 還有哪些在心境上 或是在成長歷程上 有做什麼不一樣的一個選擇 我覺得在看這本書的初稿的時候 有一種 就像剛剛阿凱講的 拼圖一片一片被拼起來 有一種愛全部都回來的感覺 因為一方面 我記憶力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很多前幾年發生的事情 我真的都是忘光光 這是會的 這是會的 但他真的都記得 我覺得這是他才厲害的地方 是是是 如果你要我 如果你要我寫這本書 大概不到十頁就寫完吧 如果就我能記得的事情 快變小蟲書 是是是 如果我能記得的東西 所以我很謝謝阿凱 把這本書寫出來的地方 在於說他能夠讓我去 重新回憶 我們過去這九年發生的 大大小小的事情 那另一件事情 也是可以從中去發學到 我們兩個彼此成長的過程 然後以及每一件事情 大小的溝通 我們是怎麼去做的 那我們多問一提是 阿凱怎麼樣看待自己的改變 因為李歐剛剛說 你的改變是來自於說 你開始溝通嘛 那你自己怎麼樣看待 你自己的改變呢 我覺得很奇妙 我以前又是逃避的個性 然後又是逃避性的個性 就是好像在我心裡面的優先順序 都不會有自己一樣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改變是 我好像不會那麼焦慮的 因為焦慮起來的時候其實蠻痛苦的 有時候還甚至會因為焦慮的時候做出很多很偏差 或是很不好的選擇 那我覺得現在的我活得很自在 然後有的時候偏冷漠或自私 可是以前會檢討這樣的自己 現在會覺得說不會 我現在這樣過得好幸福 我以前就太為別人著想了 所以我有一段時間 根本就沒有好好的活著的感覺 現在有一種 真的過得很快樂 而且每天都很踏實 我覺得那個感覺是以前焦慮的時候 沒有察覺到的自己的狀態 比較像是我好像太在意 他的眼光看我 他覺得我好我才是好 我都已經忘記 我才是有辦法製造 讓我更快樂的那個存在 對 阿凱書中有一段我覺得 寫的真是深得我心 他說 比起現在的點閱數字 我突然覺得這應該是我們的問題吧 我們不再被喜愛了 我們不再是觀眾想要的陪伴對象了 我聽到這段的時候我內心真的是 因為我以前就覺得說 點閱好像才是證明你們愛我 因為我們不是會訪問BLG嗎 BLG就是一半抽獎 所以留言數跟那個按讚什麼都很多 然後當回到我們自己的題材的時候 可能點閱就沒有那麼多 我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我知道原因是什麼了 因為我們不OK 我們沒有那麼多人喜歡我們 我跟你講 超扭曲我安慰自己的方式 就是我跟李歐說 你就是要認清楚一件事情 我們就是不值得被愛 但我們還想要做YouTuber 我們就是繼續拍影片 因為你一定要認清你自己是不值得的 你才可以往前走 現在回想起來超荒謬 好啦我們這邊先卡一下 然後導播卡一下 你剛剛問李歐的想法嗎 我們聽一下李歐的想法 因為聽到這段我覺得 那時候我好像曾經也跟安迪講這個鬼話 反正安迪他自己的理解過程 我們聽一下李歐怎麼理解 好李歐一聽一聽講然後我再講我的 但其實我覺得我們就是不被愛這樣 你也這樣覺得嗎 沒有因為我們的確真的討論過這件事情 因為尤其是你看像剛剛阿凱提到BLG 我們的服務小視窗很多的view數很好的 都是有訪談來賓的 但你會發現都是來賓的帶來的點閱率 那如果只有我們兩個呢 可能view數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究竟我們的觀眾要看的是誰 是那些來賓嗎 還是是要看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真的有去討論過這件事情 後來發現真的可能沒有什麼要看我們 但是回歸一個初衷 我們創頻道的初衷就是我們想要讓大家更認識LGBT 想要更讓大家去認識男同志的伴侶 是怎麼生活或者是我們的日常 所以重點是我們的生活的這件事情 所以後來我們就算點閱率差 我們也不會不開心也不會難過或說什麼的 因為重點是我們拍的東西是我們自己喜歡的 然後我們有在展現我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過程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你給接話了 因為我覺得賈百人士跟夫婦知道 有一點點類似 在某一些採訪上面 甚至我們有一些主題 甚至有時候有些創作者可能 上一個節目就上夫婦知道 下一個pocket的節目就是來賈百人士這樣子 對但我自己不會覺得說 我們不被喜歡 我自己都是講說他們還沒喜歡我們 因為他們就的確是累積了很久 然後而且我覺得賈百人士之前 我自己覺得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為了要把這一個採訪做到非常好 所以我們留了非常多的空間給他們 然後把我們自己退得太後面 就是喜歡他們的人的確來看了 可是如果我們不把自己推出去一點點 就是真的他們就是來了又走了 對所以我覺得事實的在節目裡面 開始展露越來越多 我們不用為了呈現 好像誰的訪來講 把很多的舞台留給他們 我覺得就是這個調整 就好像前陣子有一個製作人說 我以前很喜歡看你們的訪問 然後發現這陣子你們變得跟之前不太一樣 是好像看不到你們 就你們訪問的很好 但是只看不到來賓 但是以前的你們的訪問 可能還會有你們兩個人的個性跟特質在裡面 但我現在看不到你們的個性在哪裡 哪個資訊那種白目啊 開玩笑我覺得他講是對的 但這是對的啊 所以我們就慢慢的 我可能又開始找回了以前那樣子 因為我覺得也不會像安迪說的 我們要退到很後面去 就是來賓很重要 可是你們上次我們節目 大家想看來就是我們兩個人的個性 那如果我們連個性都沒有了 你們來上我們的節目 也等於只是一個平台 多拍一個影片這樣子而已 但我蠻好奇一件事情 因為你們Podcast都看得到下載數 就每一集單集的下載數 那如果說就是有來賓的 就下載數都非常非常好 然後只有單純只有你們兩個在聊天的 下載數都不好的話 你會怎麼樣 就是我會覺得 我好像真的覺得沒怎樣 因為我覺得沒怎樣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本來找那種 會很多人聽的來賓來的時候 就真的是我們在偷懶 我的偷懶不是說是怎樣 我們就知道他是很多人聽 所以才邀他來的嘛 他有累積的東西 如果我們今天找一個無名小卒拿來聊 那他最後如果突然很高 那我們這個才是很令人驚喜 這才莫名其妙 對對對 就是我們拿了已經成功的人 然後來做節目 然後去否定那一個 可能還在在成長的自己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非戰之罪 或是幹嘛要拿這樣子來批判自己 對 你為什麼不去訪你媽 不去訪巷口早餐店阿姨 你已經訪了一個很厲害有流量的明星 來了之後 然後再批判自己平常沒人聽 所以我想說這段話也不覺得 現在想起來很扭曲 對 我的做法就是我把它遮起來 你說不看下載書 不看下載書 那我告訴你 就是幫我們整理一下 你們2024年 就是前10名下載書的來賓給我們 我們2025年也想偷懶一下 我們2025年來邀這10個來賓 我們只要一個人一隻 打到他們12萬就可以了 我剛剛好聽到嗎 癢癢對不對 癢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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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 我們的Youtube廣告就靠他了 我跟你說 假設我已經要上傳 我已經要上傳嗎 我就說OK好 上傳囉 遮起來遮起來 然後按下去 可是Podcast的壓力 我覺得已經算小了 因為Youtube的數字 是大家都看得到 對你知道這壓力超大 你Podcast只有我們自己看得到 但是你們的Youtube數字 是大家都看得到 對 而且我覺得 因為像我們最近 我們訪了小燕無愛力 然後是我們自己去敲夏雨喬的 然後主要是因為夏雨喬自己有焦慮 你有看到他在吹上面 他在感受到創作者的焦慮 他就說我不曉得 要再怎麼樣做 讓大家知道這部片有多好 對 趕快來看拜託 我們就在一個大半夜 看到了這個吹 我們就私訊了夏雨喬 因為我們完全能夠理解這個焦慮 那我們也知道說 小燕無愛力 絕對不是我們頻道受重 愛看的旁含那種 但是我們覺得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想做 那的確出來現在view數超差 但是我個人非常非常愛 這支影片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我們好有內容 那我覺得只要有一個人 願意看這一支影片 然後進了可以願意進去影庭 支持小燕無愛力 我覺得我很開心 我覺得我的心態有一點 跟以前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你們這個取向是對的啦 對 因為我覺得一定會有那種 死中的粉絲 然後也是會有那種過路的粉絲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要做自己真的 那個喜歡你們的快樂的內容 那一個最核心的粉絲才不會跑掉 因為其實你節目會能夠支撐下去的 其實反而是那個流量不好的時候 那一群人才是鐵粉 然後那一群人其實才是會鼓勵你 然後你一半活動會參加 然後你們不管做什麼都會看的人 是你要珍惜的對象 對 但是剛剛Andy有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youtube是所有流量大家都看得到的 所以像小燕無愛力這支流量不好 其他片商都看得到 所以等於我們可能會斬斷自己未來 其他片商要來我們節目宣傳的可能性 或許片商會看內容覺得 欸 訪的蠻好的 那也是一個集合 但不用怕 因為片商也沒什麼錢 所以也沒關係 而且另外一點是其實 我去看2024年 做訪問的人真的變少超多的了 因為吃力不討好啊 真的 因為我們要花非常非常多時間準備 然後流量真的就是一個不一定 欸但我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比較有點微微小小的自負的想法 是因為我覺得我以後一定會成功 而且我有大量的粉絲 我現在要多累積一些他們以後可以看的無料 哦 對 但我覺得你這個想法是對 因為你的 不管是事業或是工作的這個終點 你不是把它放在youtube而已 它的這個東西最後就會變成是一個 讓大家熟悉你的管道 因為我覺得最後真的 心態可能不好 或是說走偏的人或是入魔的人 就是因為它的終點只在點閱率 可是如果說你最後是變成是 欸我想要成為一個很棒的演員 我之後要成立一個自己的品牌 我之後自己要接案去做其他的工作 那這個東西只是讓大家熟悉我的過程 就是我的過程 對 聊到演員這件事情 一樣 李偶爾說一句話 我覺得也是很touch 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書中 他說老公你要相信你是基優股 我現在就是投資你了 因為你一定會成功的 所以你不要擔心經濟的壓力 把你的表演給準備好 直到你終於被博樂看見的那一天 欸他很厲害 直接跳到最後一part那個了 對 我們已經快要到尾聲了 沒有沒有 我的問題是放在這 他就滿天心一樣 他是專業主持 他是滿天心 是不是 對對對 只是因為我剛好聊到演員 然後聊到這件事情 又聊到今年金馬獎剛結束 朱子英為師民帥哭泣的那個瞬間 我覺得這一切其實都跟你們現在的心境 是很相像的 假設今天撇除戀愛綠境的話 你自己怎麼樣看待阿凱的演員錄這件事情 我覺得先不論專業性這件事情 因為專不專業 我是一個外行人 我看不懂演員到底專不專業 但是以堅持這件事情 在阿凱身上是完全看得到的 他從大學一直到現在 在演員的這條路上面 付出了多少時間跟心力 他可以一天只吃一片白土屍 或一條白土屍 只為了就是把錢存下來去上表演課 是 那誰到底可以為了自己想要做的工作 或者是一個職業 花了這麼多的心力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堅持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對 因為如果你不堅持你很多事情 就算你有機會了 你也沒有辦法去做它 對所以我覺得單講堅持這件事情 阿凱他會成功 也一定會成功 只是就可能要像史艾瑪一樣 要有機會被看到 但演藝圈當中的機會 真的真的是少之又少 畢竟生多周少 這非常非常的困難 但我站在他另一半的角色上面 我只能不斷的去支持他 不論是經濟上面的支持他 或是生活上面的陪伴 我覺得這是我能做到的 因為我沒有一個這麼難實現的夢想 我個人的夢想很簡單 就是腳踏實地的 好好每天可以吃飽穿暖 喝足生活 這很難耶 然後網購 對就是我就是一個很日常的生活 這其實我只要一個月有三萬六的月薪 其實我或許就可以做得到 對但演員 歌手 表演藝術工作者的工作 真的就是夢想 對所以我覺得 我能做的就是支持他 但是他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那個很久定律的 最後一集的完結篇 流下眼淚這件事情 因為他那時候就是去演了一部BL劇 對 然後那時候他們最終回的中英會的時候 我看他上台 我就哭了 因為好難喔 終於到了 要有一個 哪怕是小小客串 或者是一個配角 都好難好難 對在這個業界的機會 都非常困難 所以我只能替他開心 然後那個眼淚是開心的眼淚 阿凱怎麼自己看待 李游給你的這份支持 因為這份支持真的是很久耶 我覺得可能他 我不放棄多半會有一些是因為他的支持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的夢想 但你的伴侶跟家人其實是反對你的 那會加倍你追求夢想的動力 因為他會成為你可能要顧到夢想 要顧到現實 然後還有家人這一層的阻礙的話 我覺得那會更難 所以我覺得我還蠻感謝他覺得說 我會成功而且我一定能成功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他會是一個動力 然後外加我那時候在首映會現場看到下面的時候 他哭了明明就還沒有哭點 但是他哭了喔 然後我看到他哭的時候我就覺得說 哇好像我為的是什麼啊 不就是這一刻嗎 就是我站在台前然後下面有我愛的人 跟我身邊這麼多 覺得我一定會成功的這些人 我在此刻我告訴他們我可以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對我來說是一個 其實已經也算是某一種小的成就了 對是一個力量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已經很不容易 然後他就會讓我繼續再往前走 你知道今年為什麼會提到施明帥跟朱子盈嗎 因為施明帥今年拿金馬男配角嗎 然後他的得獎詞是說 希望我不會讓我愛的人覺得 等我這份成功等得太久 因為這份成功真的來得很難 可是他終於得到了 他的表演跟他的所有他付出的這一切都是值得被肯定 以及被嘉獎的 這份榮耀歸給他所有他愛的人 所以我覺得阿凱跟李游這份支持在我心中 是整本書裡面最浪漫的事情 搞不好多年後 你們真的還可以再見證我們的一些好事 或是我們也就看到了你們更多好的舞台 或者是未來的更多肯定 我們就覺得說 哇當初這邊我們在小小的正方形的空間裡面 訪問然後講的這些東西 可是我們都一一實現它了 對啊 我是不確定會不會實現了我自己 會我覺得就像剛剛施明說的 不會等太久 我覺得在我們看來 不論五年十年或是一年 不論多久 都不會是太久的一個時間 因為真的久的不會是我們這些旁觀者 也不會是我們旁邊這些支持的人 真的久只有你們這些真正在當中體會的這些人 因為你們自己要去熬過這些很孤單寂寞的時候 就像棒球這件事情一樣 其實台灣努力了多久 才有辦法站上這個舞台 那站上這個舞台 然後又能夠拿到第一名的這個過程 可能十幾二十年 尤其為什麼好幾個他們都會覺得說非常難過 或者是非常開心洗集合器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之前都是被日本職棒刷掉的 但他們卻可以在日本這塊土地拿到第一名 其實這種感覺是完全很爽的 是連結到的 是很爽的感覺 因為我當初是被刷掉的 但是我站上了這個舞台 對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叫做久或不久 只有我們一直在旁邊陪伴跟守候著的這一份心意 哪怕最後可能都沒有任何獎項 或者是任何一份真的你們會認為 證明自己成功的方式 但對我們來講你們都是成功的 其實我也蠻認同那一種堅持下去之後 你一定會成功這件事情 我以前會覺得這是一個心靈集堂 可是我後來覺得這句話 它一定是真的 而且它 因為你在追求這個堅持的過程當中 你自己投身下去之後 你對於那個成功的定義 會自己修正 而且你會知道自己真正獲得的是什麼 你還沒有真的下去努力 或者努力過一段時間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反正我這輩子拿不到金麻將 哪有什麼成功不成功 可是你會不曉得你下去之後 你彰顯的那個努力會在誰身上 但前提就是你不要影響到其他人 比如說你為了追求你的夢想 就三餐不寄 然後還要到處跟人家借錢 這個是例外 就是在你能夠不影響他人 而且供養你自己最低生存條件 情況底下 你堅持下去之後 你自我的那個成長 跟你到底有沒有對自己負責 跟你自己有沒有喜歡這件事情 你自己就會找到某一種意義存在 我今天這個看那個 就是謝哲晴 他就是有成立一個新的頻道 就是小情書這樣子 人家就問他說 你覺得自己是不是一個 什麼厲害的人 還是不厲害的人這樣子 他說他一直以來都不覺得自己 是一個厲害的人 然後包含過去也是 現在也是 只是他有一點 新的體悟就是說 他用一個作家叫楊將 他就說他年輕的時候 或是我們年輕的時候 都急於向世界證明 但是後來發現 其實世界與我無關 就是你要做的事情 其實老實講 根本沒有那麼多人care 就是你要當演員 甲板人知道繼續做 夫夫知道怎樣 你們感情狀況好不好 老實講真的沒有那麼多人care 真的 對 你要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訪談完之後 你要說甲板人真的那麼care 甲板人這到底長到哪裡 就是夫夫知道 可能就是這兩年來 先都滑到說 你們還過得不錯 那就ok了 但其實你還是會花非常多 時間的心力 跟權重跟金錢 就放在你自己身上 過得好不好 所以其實這個跟其他 根本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也在意他們自己的事情 真的 老實講金馬獎過後 你真的會看失明帥怎樣嗎 真的不會 但是作品如果又有他 又有他 你看他得金馬 他又有機會 可是其實其他時刻 你根本不care失明帥怎樣 你根本不知道他私底下 跟他老婆怎樣 那你只是 我們可能某些過程當中 會想到自己的時候 會提及他 比如說我堅持下去 能像失明帥一樣嗎 可是其實 你平常生活中 你根本不care失明帥 這就好像如果沒有影后 或許張懷雲現在 也還是很寂寞 對 可是如果你是 你平常你根本不會care 張懷雲啊 對啊 你根本你其實都在想自己的事情 你只是想到我 正在努力的過程上 想到有詹懷雲這個人 想到失明帥這個人 或者加班正在努力的過程上 想說夫婦知道 你是這樣走過來 可是你真的有一直關注夫婦知道嗎 其實也還好 就是大家都關心自己而已 對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不是說什麼 我未來會不會成功 那個成功不是在於 其他人怎樣 去給你獎項或怎麼樣 那是在於說你自己有沒有在 自我的成長道路上 你有沒有對自己的生命的負責 然後有沒有長出某一些東西 然後你有沒有持續的做你想要做的東西 對 因為你那個成長 會有一些人去給你一些評價 因為有些人是沒辦法在他生命中有所累積的 對 而你們最讓人敬佩的地方 就是持續的去拍每一次的遊行的現場 我都在開玩笑跟你有說 欸 好累喔 幫我們這個表表去好了 對啊 超值得的欸 可是因為我們每一次去 每一次去就好像也是充電吧 而且我覺得我有很多朋友 可能只能在遊行場的見到 然後再來是 不知道就連我現在看影片都覺得說 欸 其實昨天的我們去參加高雄同事大遊行 然後現場很多人他們還是 感覺大家在一起還是蠻快樂的 對 我覺得這個能量對我來說很重要 雖然我覺得好累 然後腳好痠 我腳到現在還在痠 但我就覺得說還是可以繼續做 理由咧 我覺得主要是還是秉持著一個初衷 是大家還沒有真的很認識 什麼是同志 什麼是多元性別 然後大家從 只能從大眾新聞媒體 主流媒體上面去認識同事遊行 然後永遠看到的 可能都只會是他們想看到的那個羊毛 對 但其實同志遊行上面有各式各樣形形色色的人 嗯 但他們想講的就是那些話 都會永遠說你們穿很少或者說怎麼樣 但哪怕我們全身包緊緊 你們也不會覺得我們是兩家婦女啊 你們還是會覺得說你們同性戀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他們就是愛講話的人 對 愛碎嘴的人 就是跟安理說身邊沒有累積的人 對 沒錯 所以為什麼我們想要持續做的原因是因為 真的還是有很多人沒有辦法到現場 那我們想說至少可以把現場的畫面分享給大家 然後因為像我們現在在跟首播 然後有一些就是香港的朋友 他們就說好久沒有去台灣參加遊行了 嗯 因為香港遊行都不能辦了 不可能辦啦 他們現在就是只能改成類似園遊會的形式 對 然後像很多我們其他國家 像馬來西亞 新加坡 可能甚至對於同志都是比較來得保守一些的 他們至少看到台灣各個縣市都有不同的遊行在走 他們覺得說 好啦 我們好像可以再繼續堅持一下 讓多元性別族群會覺得說 我好像多一點力量那種感覺 這是我覺得我們很堅持繼續做下去的一個 蠻重要的原因 你們的頻道初衷有一個是 讓大家看到男同志伴侶的其他生活面貌嘛 然後到現在經歷了生活的種種來到了現階段 就是買房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終於買房了欸 嗯 恭喜 但告訴大家千萬不要就是 二十天買房嘛 所以 我剛剛還挖鼻扣想說笑死 對 大家不要真的就是 隨隨便便衝進去這個市場 嗯 好辛苦 你判斷了什麼 為什麼會在這時間點買房 嗯 背下鼓吧 但我覺得 我覺得是對的 我覺得你們一定是對的 應該說就是 剛好家裡面有提到這件事情 然後也剛好看到喜歡的物件 但我們兩個也差點因為這件事情 又差點提了分手 因為 哇 真的真的是很辛苦 不是因為我真的是不房租啦 就對我來說 我就覺得說 我可能這邊住一住 我覺得欸膩了 我就換個地方 而且我很不喜歡家裡很多東西 我覺得可能一個行李箱 我就可以到處吃喝玩樂 有三五碗 五碗水那種 所以我當初他只跟我說 欸還是我們換個新的租屋處 我們還在找租的地方 然後突然回來的時候就跟我說 欸他媽說要不要 如果把租屋的錢拿來 當成是養房子交房貸 其實反而是 划算許多 就投資自己的感覺 對然後我想說 應該只是三分鐘樂度而已吧 結果過沒幾天他說我們去看房子 然後看完之後過二十天 他說我成交了 這是非常迅速的過程 但 的確當初有蠻多 自己意想不到的地方在於說 因為我們現階段在裝潢 對 然後在裝潢所以需要裝潢款 同時我們現在還有在租房子 所以還有租金 然後現在房貸也在繳了 所以等於同時是三筆錢 在追著我們跑 但這件事情不會是只有我自己一個人的事 雖然我沒有要阿凱出任何錢 但是身為另一半 他能夠感覺得到我所有的焦慮跟壓力 所以我在缺錢 我在找不到錢的同時 他也在煩惱這些事情 所以他有一點點差點 因為這件事情差點跟我翻臉 了解 但我後來想說也不能翻臉 因為他需要錢 如果我們翻臉之後 他錢的來源就會不見 有一個頻道嗎 但我真實的覺得就是 我以前會覺得說買房子這件事情可有可無 可是我覺得好像訪了這麼多 加班人士的來賓 或是認識了很多人之後 我都會發現說他們 不管是情感的升華 甚至人生的穩定 或是工作的穩定 都在於買房之後 你先不要論說什麼 現在到底是不是買房的好時機 可是因為我覺得買房真的是 牽扯到太多要考量到的事情 比如說你跟這個人就很明確的是 要在某個地方定下來 他就是你未來生活的20年30年 你到底要在哪一個地方發展 就是你自己就覺得說好 我在台北買房了 那我未來的事業 那一定就是要在這邊沒有回頭路 因為有的他就說 我就想要高雄住一住 台南住一住 或是到時候看我交的男朋友在哪裡 我才要再去哪裡住一住 然後是說他會很很完整的 把自己的理財 包含自己的伴侶的家裡的 爸媽未來有沒有要留給自己的房產 因為買房的焦慮 你會提早把這些東西給 給整理這樣子 以前就不好意思問 但你就覺得說 靠我現在就沒錢了 那你有沒有要先問一下 或者說 你一算之後就發現 跟銀行借還不如跟爸媽借 類似像這種 就是會覺得不好意思的事情 還不如提早社會化一點的 把這些東西整理一下 或者是有沒有有個共同未來的規劃 因為好像在書中也有提到說 當兵期間的時候 好像有一些不同步這件事情 當時怎麼樣去溝通說 愛情情感關係 藍圖的這個不同步這件事 那我覺得 剛剛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買房這件事情 好像會讓我們雙方 雖然一定有一些爭吵跟壓力在 但我不曉得 阿凱現在想法是什麼 但對我自己的想法 會還是有一種 兩個人有邁向下一個階段 的一個進程 就像我們當完兵的這件事情 又是一個進程 那買完房子之後 可能有一種 我們雙方要負擔起更大的責任 那這個責任不是指金錢 而是指我們對於雙方的未來 或者是對伴侶關係的未來 我們的規劃是什麼 我自己會覺得說 好像有稍微來得更踏實一些 就是我的生活當中有你 你的生活當中有我的那種感覺 理由那個階段的 好像在你心中的佔比 是非常重要的對不對 那個時候是因為30歲的焦慮 有感覺到了 我那時候是30焦慮的一個階段 但我現在是有一種 沒有刻意要邁入下一個階段 只是單純就是時間到了 然後就覺得說 買房子這件事情 好像讓我們雙方討論也好 價值觀金錢觀 都有邁向往前的一個過程 對 所以我覺得 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過程 那可能下一段就是結婚吧 對 就是 再把壓力丟給阿凱 對 來請說說阿凱你的想法 因為你當時是不房主的嗎 對阿 我覺得我一直在被生命推著跑 好奇怪喔 不是你是被李歐推著跑嗎 對 耶 我不是說對 他說李歐就是我的生命啊 對 好意思 精準一點來講 是被他推著跑 就像他要做頻道 然後就做頻道了 對 然後你比如說他要我研究所畢業 研究所畢業了 他要我們當地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想要演追舞了 然後他想要買房子 然後我也就是有了這個房子 可是我覺得這樣也好啦 因為你蠻追逐自己想要的一個事情 有時候是比較不接地氣的 他會隨時幫你拉回來 對 就是這種很生活現實面的問題 要不然你自己對於情感的就是階段 你自己是怎麼樣想像的 我覺得李歐是我的土星 因為土星是一刻讓你修行的 對然後讓你不要再飄在天空上了 趕快下來吧 然後讓你認識到說 不要再這麼的戀愛腦 或是太浪漫 現實面很多東西 你還是要去看他 你不可能去逃避的不去看他 然後你就是 他就會抓著我說 你現在就給我看 看清楚 但是你看了之後 你才會知道你可以怎麼樣 讓他變得更浪漫啊 就是我覺得在這個階段裡面 他教會我去看這些世界上的 很多很好的 或者是很醜陋的事情 但是因為有他在的關係 所以這個修行 他不會這麼的痛苦 我會有一個方法可以繼續往前走 那我蠻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你剛剛說 我都一直在推著你走 那過去的這些任何一個進程 你有覺得任何的想法 或是有任何後悔的時刻嗎 還真的沒有 我覺得我蠻坐想集成的 就雖然被你推著走 但是後來得到的一些階段跟成果 我也是很爽啊 所以我也沒有資格送你什麼 你說雖然買房子很痛苦 但是之後你 對啊我之後 你裝潢也是按照我想要的部分去裝潢啊 而且如果你活得比我早離開 那就是我的房子的字吧 不會 因為這是我的名字 所以我們就要趕快去結婚 找到結婚的理由了 找到結婚的理由了 原本一直不想規劃求婚的 回去馬上規劃 不結 我這個房子都不能走了 我就給我爸媽 對啊 我如果不想去走 這個房子第一個順位是我媽 你要趕快結 你就要流落街頭了 你要趕快結阿凱 我們面對共振吧 反正再用紙先做 剩下再說 因為我知道現在很多基金轉去買房這件事情了嘛 所以我們就沒關係 只先拿到剩下都還好談 但我覺得就是不後悔 因為其實我覺得如果要說後悔或什麼 好像有點太過不厚道了 因為所有的好處我都想盡了 然後現在才在那邊說什麼 都是你推著我或是我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是感恩反而比較多 好像後悔就是書的第一章節的時候 那時候有提到說兩個一起去出家嘛 然後理由還說師兄謝謝 之後要麻煩你了 要一起成長什麼的 那樣什麼進段愛情之戀 哈哈哈哈 我覺得超可愛的 那時候你看 你雖然是被他推著走 但是最後感恩在心中 我有帶紙條耶 一直放在我身上 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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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發現 我看我看我看 會不會我等一下拿出來之後 發現根本不寫那個 是寫什麼很心愛的東西 哈哈哈哈 所以說師兄 想要你的屌了 哈哈哈哈 本充本介 超可愛 這是他們出家時候的名字 對啊 本充跟本介 啊真的耶 好可怕 欸你的感覺就虎背啊 這個紙快爛掉了 本介 寫什麼寫什麼 這是借會 幸好有你 如果沒有你我撐不下去 未來繼續有你 我會繼續向前與你一起 啊 天啊 紙要爛掉 本介與本充 這是佛系戀愛耶 哈哈哈哈 如果取緝批評就會是 借充CP 真的是佛系戀愛 佛系戀愛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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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蠻可愛的 有人是第一個看到這張紙 我現在才發現 因為我剛剛才發現到說 裡面怎麼有這個東西 天啊 你根本沒有在講這什麼愛情故事 只因為我們很focus 在你們兩個人的情感關係 對啊 但都要吵什麼家長啊 什麼的我想說 但你看九年前的紙條 阿凱一直留到現在 嗯 念舊 欸那你的咧 欸我也不知道 他在哪裡 他在書裡啊 不是我連記憶力都會丟掉 你覺得我的東西會在哪裡 他的在書裡 好啦不ok我們也很好 對不ok 回家抓起來操 哈哈哈哈 太難了 操完之後有好嗎 沒有 沒有 時間不會解決一些 時間會忘記一些 哈哈哈哈 反正老了之後 總會忘記些什麼嗎 對對對 這也是男同志成長的一個過程嗎 就是拉長戰線 哈哈哈哈 就會忘記 不會解決他會忘記 對 但我自己會很想問一個問題 這也是我前陣子看到的一個概念 你們會覺得你們能走到現在 是努力比較多還是幸運比較多 我覺得是努力比較多 因為 啊我覺得幸運比較多 欸 因為遇到我 我覺得努力本來就是我們最基本會做的事情 但是再怎麼努力也沒有運氣 其實走不到後面欸 嗯 經營一段感情經營一段關係 我一定很努力啊 我一定是全力以赴在做這件事情的嘛 可是如果假設說我就是運氣很不好 然後很多事情碰壁或什麼的 然後有時候不是自己努力就有辦法阻止狀況發生的時候 那我覺得如果我沒有那麼幸運的話 其實我很難好好的保持現在這個狀態 然後跟你一半走到現在 嗯 但我覺得重點是努力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為 伴侶關係它比較不像是工作機會 是靠幸運得來的 伴侶關係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努力 那這個努力是不管是自己的努力 或是雙方彼此的努力都是 因為你要想一件事情喔 如果你自己沒有努力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去面對你自己可能的過錯 或者是這一段伴侶關係當中發生的事情 這不是幸運可以獲得的啊 是因為你真的花很多時間去認識自己也好 或者是去消化情緒也好 這都是努力的過程 但是努力本來就是我們本來已經在做的事情啊 我覺得不是喔 但是幸運不會因為你很努力就擁有這件事情 蛤 我覺得這一題好難喔 我會問這一題是因為我以前有讀到一個觀念 叫做道德運氣 那它這個東西呢就有分成說 你有時候覺得你能努力的東西 其實是因為你剛好有這個很幸運的東西 去讓你努力 不是每件事情都能讓你努力的 然後你以為你很幸運的事情 其實某些東西是你做過人為的選擇 才會走過去的 就等於是你們碰到彼此 能夠去這樣子去磨合等等的 可能是因為你們當初有修了某一堂課 或是覺得說 你們剛好有共同的興趣 比如說你們都是佛教徒 你們都是什麼東西 就你以為能努力的地方 其實都是某一種幸運 然後幸運的人的話呢 其實就是要更關注說 其實你的幸運 摻雜某一些人為的選擇 比如說我的另一半 就是一個很注重生活實際面的事情嘛 比如說他會買房 他會做什麼 可是 剛有互補的需求 對 可是問題是你也要OK啊 他講的某些事情 你想一想之後也覺得是對的 那其實這個地方 不是說到底是誰對誰錯 只是說回答幸運的人裡面 可能就是也要去看看這個幸運成分裡面 有沒有彼此都有退讓的 或是人為的成分在裡面 那回答努力的人 其實你有時候要更淡然的去感受 那一個宿命的推 所以我們以後就要回答說 我們很努力 但我們也很幸運 對的確是雙方互相影響著 對對對 所以他們頻道跟關係走到此時 可是最關鍵點應該是 他們彼此都能夠傾聽 然後都有做溝通 才能夠持續到現在 然後因為安迪雖然問了一個很有水準的問題 但我個人有些問題還是想問 你說 因為我想說你天下多沒水準 我就想說訪問過這麼多情侶大風大浪看過了 就是做一個公眾帳號型的情侶關係 有沒有哪些地雷是大家應該要戒掉的 因為你看過很多人 戒掉嗎 因為有些他訪問過也分啦 可是他們也沒有 他們沒有在戒什麼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他們看了這麼多 你要做一個訪問者 看了這一切 看了這些在破浪男女的朋友們上 你說以情侶生活作為創作題材 公眾帳號者 對請問你們怎麼樣看哪些地雷是 我們應該要隱隱為戒的 地雷嗎就是要注意的事 注意的事 地雷有點太過於冒犯 地雷你有點太那個 兇 對 過於嚴重了 怕你被嚴重 那你說說唄 保持距離吧 保持距離是什麼 因為我們的 跟誰保持距離 我們的這個圈子其實很容易遇到很多很優的 或者我們也會有粉絲朋友 界線 對他們我覺得這個界線很重要 你看這就是我剛剛講的啊 這就是道德運氣的問題 你以為你很幸運碰他 可是其實是 你也會覺得外面有很多很好的選擇 可是你權衡完之後 你就做出這樣的努力 其實你也是有在做一些選擇上的判斷 對 那理由呢你覺得呢 我大概能夠理解剛剛阿凱說的界線這件事情 因為像你們也都是創作者 就是一定你們可能上完一些 就是訪完一些來賓阿或什麼 有一些可能私下就是想要跟你們進一步發展阿 沒有耶 或者是 或者是你們的聽眾阿 想要多認識你們阿等等之類的 怎麼好像也沒有 會思訊 那可能是你的問題喔 你把它推得很遠 思訊阿什麼東西 但其實這時候自己要拿捏好一個尺度賊 因為我們有一些 可能過去有一些來上我們節目的伴侶 他們可能有一些就是 開始受到一些關注 那受到關注的時候 每個人的反應會不太一樣 有一些會覺得說 一天我受到那個關注 可能腳症就要站起來 我懂我懂我懂 就會有一種大頭症阿或是怎麼樣 但另一半就會覺得說 這好像跟我原本認識的另一半不太一樣 對 所以可能就會有一些爭吵阿 或是什麼狀況 但我覺得除了界線這件事情之外 我想一下 我自己好像沒有什麼地雷或是什麼的耶 因為我覺得每一段伴侶關係當中 都有他們自己的課題在 因為也是有來上過節目分手 離婚 但又結婚的 也是有 我很喜歡 迪克在反鋼上面寫的 情侶關係是一個沒有終點的旅程 我覺得我很喜歡這句話的地方在於 我都自己都嚇到了 對我覺得這句話寫的 拍那你們假扮日子趕快出出了 我覺得這句話寫得很好的地方在於說 沒有任何一對伴侶是完全非常非常OK 不需要去練習 就好像你雖然是公眾的情侶帳號 但你不要覺得說你們一定會好到最後 對 因為我們之前有被問過一個問題是 就我跟阿凱交往到現在9年 你們是不是已經完全沒有問題了 我心想說不可能 我們一定吵到80歲90歲 一定都還有東西是新出現要新磨合的東西 對所以我覺得很難去說 哪一個地雷會怎麼樣 因為有一些人認為 假設說偷看手機這件事情 但偷看手機不一定是在每一對伴侶關係當中 都會覺得它是一個地雷 是 有一些人會覺得說啊 為什麼不可以看 看了會怎樣嗎 那你們可以看嗎 我們可以看啊 我們兩個密碼是一樣 就是我覺得沒有什麼好去 講人家地雷什麼東西的地方 因為每一對伴侶關係 都一定有他們自己的問題所在 謝謝今天的補充 我覺得一切都很圓滿 你剛剛那句話是什麼 伴侶關係是一個 情侶關係是一個沒有終點的旅程 然後迪侯就說 這趟旅程我從未踏上 還沒買票 有啦 而且 你是不是等著就要等很久了 你是不是想要接這句話 我剛剛講了很想吐槽這句話 我的車票咧 我的車票咧 不是那個什麼 夜八媽不是說什麼 孩子們 不要下車 我就想說 我是沒有什麼時候會上車 啊不是那個車 你看著一趟一趟情侶列車 從裡眼前呼嘯而過 它是生命列車 可是你也看了很多翻車的啊 所以我就想說好好看 那你覺得咧 你覺得有什麼地雷嗎 而且我覺得你們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以前剛開始 我就會講說 你看男公司在一起 就是你知道長久關係的想像 就是像ABCD 夫夫知道這樣 後來前面ABCD 越來越少 最後只能講夫夫知道 我以後一定會讓他 就是網路上面有一句話流傳 有一種愛叫做阿凱與你 對啊 因為這樣沒有人可以講 你知道嗎 但是有那個 有那個誰 內線CP 內線CP 他們也好可愛喔 可是如果翻車 我就不相信愛情了 對啊 所以如果今天看到你們翻車 就想說好 我不能相信愛情了 但會不會發現內內跟大舅子在一起 那我會相信愛情 不可以亂罵人家做CP 所以我現在就會覺得 大家怎樣開心就好 我們不要因為任何人而相信愛情 或是不相信愛情 所以今天我們阿凱里歐他們說的是 台灣YouTuber圈最甜的BL故事 不是最甜的故事 是警察的故事 你不要當警察啦 其女YouTuber一個一個揍繭 如果要以戲養人這件事情的話 下一個十年你們想要寫什麼樣的故事呢 以戲養人 你說用戲劇來供養這個人生嗎 就是好聽的故事 好看的故事都會創造出好的演員 或好的人物 或好的角色 personality 那這個YouTube頻道 就是一個很大的BL作品 完蛋 他用以戲養人 被發現我們的愛情是在演的 哎呀 我們經濟院還是分開簽了呢 迪克里奧美人 你這個笑真的是 限列欣喜哪不行 好你就說 那我覺得這一本其實 不OK的我們也很好 我們上了這麼多通告 其實蠻多主持人 給我們一個回饋是 你們的伴侶關係 就像一場戲一樣 他說你們好抓嗎 他說很像BL劇 對啊 他說我們發生很多事情都很Drama 不論是告白在一起 或是要提分手的過程 吵架的過程都很Drama 還被懷疑我們的精神狀態 是不是不穩定 打巴掌故事真的太好聽了 甚至我跟阿凱說 還是你要直接把我們的故事 改編成一部BL劇 這就是我下一個十年想做的事情 我覺得我有一天一定會成為製作人 然後我就是要拍不管是戲劇或是影視 也不一定是只是BL或是LGBT的故事 而是人的故事 是我想做的事情 而且佛系情侶真的很少 因為大部分都聽到那種 教會男同志情侶說什麼 怎樣掙脫這些東西 可是真的沒聽過什麼 雖然說台灣又是一個以佛道教為主的社會 可是很少聽到這種佛系情侶 之前皮卡宗是不是有寫過 有類似 去病之際就比較有佛的東西在裡面 有佛的東西在裡面 但他退休了 他最近又要重新寫了 他最近又重新寫了 而且那個是就是他想像出來的故事 你們是真實的 你們是真實的 你們本屆本充 真的是本屆本充 借充CP 但我覺得其實可以期待一下阿凱 他可能可以的編劇作品 因為他很有能力 因為他從大學的舞台劇 兩個小時的舞台劇的劇本 都是自己寫的 甚至他寫過兩個半小時的歌仔系的劇本 就是他是能夠發展這種很長篇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那你咧 我寫不出來 他當你的製片阿 這個故事對你來講 你是主寫者阿 看他這樣聽起來 因為他會不會其實也有你想做的事情 他同資者阿 對我只能當行銷 投資者很棒 他是開發的 他開發的 沒有我就是找錢阿 你把房子賣掉就可以投資我了 他可以拿房子去貸款 不用賣掉 賣掉你也沒地方住 對啊 一些太大 可是你自己沒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嗎 他剛剛說啦 吃好睡好網購快樂一天阿 種田阿 對啊 當個廢人阿 好想要當個廢物阿 但他其實還是會其實在努力NGO吧 以你的角度來看 對 因為真的還是有很多不公不義的地方 對啊 他一直都有那個正義之心阿 我覺得他有他有 還是要繼續努力 所以我覺得對你來講 你的這齣故事 因為五年後四十了 就會到昨日美食的那個年紀 對 對 所以你知道每個時間年都會有不一樣的啟發 都不一樣的內容 所以非常期待你接下來的編導的作品 然後真的拜託 就是你們每年都要浪漫上 一定要 欸怎麼又帶新作品來 這很重要 可是在有時候你們持續有產出 這很難得阿 因為很多人都快倒了 嗯 好想聽到誰 要吃熱炒了吧 你那個 你那個健烈欣喜的態度 真的是要先狩獵一點點 不然哪個回禮標會打到你自己身上 會一定會 我真的會下地獄耶 真的 我覺得因為我一直看你們 你明明就有在做編導 為什麼你不做劇本開發 怎麼還以為他要說 我覺得你也會下地獄 我們都 不是因為你 因為劇本開發 明年四月不就要上週 有製作人在談 正在做 所以我覺得就是也是可能也是一個小小的驚喜 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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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覺得你的基本功應該已經練得很好 因為我覺得每一次的夫婦小劇場 都能真的是看出新東西 而且我覺得因為從訪談過程當中可以知道說 那個阿凱的個性是可以看到很多 我們覺得沒什麼好拍或是沒什麼好講的小細節 比如說什麼盆栽掌或香菇阿 然後 或是看那個雲阿 看那個東西 所以他的故事裡面都可以看到很多 我以為沒什麼好談 可是後來發現說 哇真的是很多情侶的感受跟細節在裡面的 我昨天阿 你又拍了什麼雲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很美 你不覺得看這個聯誼有種生命的流動的感覺嗎 好謝謝 他們兩個安靜欸 我要笑死 不是因為我剛才想說那是什麼 它會動 它是會動的 你說水面的波紋就對了 波光零零的感覺 好節目也到尾聲了啦 要去吃熱炒了嗎各位 要吃熱炒了吧 要要要要 要不要再宣傳一下這次的新書 可以阿你說 因為我覺得聊得很開心 好就是我們這一次呢 歷經九年淬煉出我們這一本 不OK的我們也很好這一本書 其實就像剛剛前面提到 這個不OK其實並不是指 雙方彼此的不OK 而是指在伴侶關係當中 可能會意識到自己不OK 或者是不好的地方 但透過不斷的伴侶關係的練習跟溝通 我們能夠愛人也能夠被愛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在後面的章節 也包括了家庭練習 家庭對話 還有像是我們跟毛小孩之間的故事 也都有寫在這一個章節當中 我覺得就是呼應甲板日之間 訂的這一個主題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欸為什麼九年來他們這台車還沒翻掉 都在這本書裡面 因為你知道Google SEO搜尋打夫夫知道 跳出來的是分手 欸對 也從第一年到現在沒有變過 我跟你講它不會再下來 因為我們後來開始就用分手做了很多主題 對 我想說好啊 就讓它繼續在上面 所以iLab的SEO是分手 欸我找一下最近很久沒哭了欸 的確蠻好的 我查過了 還是分 還是分的 不用怕 還是分啊 對然後呢就像剛剛前面提到的 我們在成品書店呢 有獨家的雙面書衣的版本 然後在博克萊有獨家的手寫明信片的版本 那除此之外就是各大通路呢 都有我們的設計師所做的插畫的長銷版本 都買得到 那這一次的這個播OK的我們也很好呢 其實是有舉辦一些座談會喔 那就是在我們訪談搭訪跟播出的當下 我們的台北廠跟高雄廠已經結束了 但是你聽到的當下我們的台中廠還有的 剛好在一個台灣人中間點喔 有新的小洋蔥們或者喜歡夫夫知道 想見證這一對長跑的情侶們 他們分享的生活點點滴滴的話 不妨把12月21號禮拜六下午的時間空出來 在他們那個台中原道店的成品 是近的 沒錯 是好去的 所以歡迎大家可以先去 對對對阿 就是台中市區那邊阿 所以去台中市區之後 你也可以去什麼 神祭新春阿 有的沒的 情美阿 一驚二驚蒙拉 安排一個台中一日遊 對啊 或是去Mars阿 可以可以 我們有去過也上次被帶去 我們沒去過啦 Mars是三溫暖 你不要在那邊亂講話 我們去的是另一個夜店 那你這是Gym吧 對我們是健身房 有嚇死人喔 我想說你們一起去Mars 好High喔 我想說什麼時候 這起零關係 有人說 確定是跟我去的嗎 對啊 欸我剛剛不應該先講 你跟誰去 原來五年後是要去Mars 是未來十年的功課 是未來十年的功課 我們的下一站 以戲養人 下一次讓你拍三溫暖 來 對 真的 好 節目到現在請大家記得 各位到POPPY 訂閱加班值 跟我們IG 跟安迪的 WSJ0309 我個人是F1G1957 請大家記得多多訂閱喔 這樣我們要怎麼聽 怎麼去記啊 不OK的結尾也很好 請大家多訂閱我們 就等待吧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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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板日誌 帶你認識 同志的大小事 你們會定期聊這件事情嗎 對啊 Baby我們十年之後會在哪裡 好像不會 我們沒有聊過這件事情耶 但他一直跟我說 想回家種田 我不知道真的還假的 對 但我覺得 重點就是 只要他還在 只要他一直在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就是 因為我們兩個在一起 會有很多很多的 大大小小有趣的事情發生 驚喜跟驚嚇 對 真的是驚喜跟驚嚇 但不管如何 就是他會一直在我身邊 但我會有一個美好藍圖 是我覺得 我未來還會有更多演員作品 然後他會 到電影院 可能在家裡面 或是在我們自己的家 然後用投影 然後在牆壁上面 看我的作品什麼的 然後一起去 然後去包場 對 這一類的 但有一個藍圖就是 我希望他真的可以 趕快大紅大紫 我要辭職 當他的經紀人 喔 我有這個規劃 你們經紀人是家俊姐 對 他就會在車上說 是我先看到那個 沒有我想說 就之後他如果真的大紅大紫 就靠他賺錢就好啦 我就當他經紀人就好啦 這是真的 可是算命師老師說 我70歲的時候 我會開海鮮餐廳 太久了啦 海鮮餐廳 70歲開什麼海鮮餐廳 70歲要進養老院 所以他想說 我80多歲的時候 我的死因是因為我高血糖 還是什麼什麼那類的 因為吃太多海鮮 70歲要進養老院 不用開什麼海鮮餐廳 好好笑喔 好累喔 我覺得有趣的是 雖然我們現在講的這些 不管是開玩笑還是真實 但是其實我覺得 我們的藍圖都是有堆放在裡面 對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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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很重要